为何中国军事观察人士要模拟日本试图占领千岛群岛的军事冲突 俄罗斯人为何认为中国人错了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在中国军事观察人士模拟了日本同俄罗斯在千岛群岛上发生军事冲突 日本企图占领这些岛屿 日本人称千岛群岛为北方四岛 中国人分析的结果是日本的机会为零 这场战争将会在24小时内结束 日本完败 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得出结论 日本不应该尝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千岛群岛的纠纷 试图占领千岛群岛对日本来说将是致命错误 中国人之所以做出如此分析 是因为在2019年10月 日本防卫大臣严谨无始发表了一个非常具有野心的声明 日本自卫队打算击落千岛群岛飞行的俄罗斯飞机 因为俄罗斯军队在那里部署了防空武器和苏35战斗机 另外俄罗斯海军力量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一直在衰落 舰队中的大多数军舰都老朽不堪 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这些年一直在稳步提升 近年来增加了军费 不断地强大军事力量 此消彼长 或许让日本人的野心也随之增长 但俄罗斯人显然不同意中国军事分析人士做出的评价 因为这些模拟分析考虑的因素太少 比如说驻扎在日本的美军反应 在俄罗斯人的观点认为 如果日本胆敢做出军事强行占领千岛群岛的决定 美军将会有所行动 而中国的分析人士错误地认为美军不会干预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伯曾做出一份险恶的声明 日本同任何敌人发生军事冲突将视同与美军开战 据艾斯伯的话 他们已经针对这种军事冲突制定了方案 在2019年11月720峰会上 俄罗斯外交部长批评了日本 敦俗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千岛群岛的主权 但是美军的领导人立即对日本提供了支持 不过针对日本防卫大臣打算击落俄罗斯飞机的言论 俄罗斯国防部科纳申科夫将军直接发出了警告 任何对俄罗斯的侵略将会遭到俄罗斯猛烈的反击 摧毁包括日本境内所有能够威胁到俄罗斯的东西 这样的警告让日本人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日本人很快就向俄罗斯道了歉